然后我收到的离奇礼物 就是可能你们不觉得离奇 但是我觉得特别离奇 我收到的是一块饼干 一块饼干 对我觉得他人世界上最好吃的饼干 谁给的 哪个前辈给的吗 对 姓什么的呀 姓什么 那如果是昭夜吃的话 你得看过没过期啊 对啊 看保时期 我经常在他房间中毒 真的 他拿给我说 看看能不能吃 他说 要吃吗给你块 我说好 他说我看看这个时间点能不能吃 就是时间点能不能吃 他说可以吃吧 吃完以后我问我说 还要再吃一块吗 我说可以 他说他要吃了 他要吃了 拿 他倒没有问要钱 倒跟我说了他 接下来准备 对 蜡条的事 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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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帮他保密蜡条这件事情 不能说 你已经说了 没关系 现场观众都听不到 对 对 你们那么没有听到 不然回来要挨揍了 嗯 好 谢谢大家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对你们已经失望了 我不想跟你们做队友 那妈听到吗 你干嘛 你这个两面拍 两面都赞不得 现在 你们一个两个都这样 黄婷婷也这样 前两天跟那个公司齐还有超越 三个人在楼下吃饭的时候也是 我刚那个我就下楼拿个外卖嘛 然后我刚出电梯 然后他们看 哎呀 多姿姐 我还以为他们会说 谁都好没有 结果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是 谁放你出来的 对 我们今天看到多多 多多 你病好了吗 以为我们是关心你 其实只会关心你 会不会传染 每个人第一个动作是 我突然觉得 看到了吧 人性的险恶 真的是 这个队解散吧好吗 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了 这话不能乱说 这话不能乱说 话不能乱说 那我走 再见 拜拜 你一走马上小鲜肉加入进来 我们一起嗨咕嗨咕 老菜皮就不要了 现在不属于你们这一组 那你下心搓头 那没光 到时候只有声音搓 孙新闻 趁我不在背后说前辈坏话 有吗 没有啊 记不记前辈给你穿小鞋啊 我穿的很大 新闻脚是挺大的 新闻三八马大脚 哎呦 我这个身高 难道这个就马很奇怪吗 没有十七大 为什么要转移到我身上 哎呀 真的新闻三十八十七四十 我没有四十 我还没有四十 三九 三九是趙月 三九是趙月 四十是趙月 三九是 好了我们接下来MC好不好 不要再讨论点 说到了趙月嘛 趙月也是一个就是 很喜欢自己搞事情的人 对 因为他自豪自己 三十九马大脚嘛 就是像我们这种高跟鞋 三十九马很难买的 真的很难买 很少有女神三十九马还要穿高跟鞋 因为 就不好看啊 脚太大了就不好看 实际上 我也很小看 哎妈妈你什么意思 好呢 我在这儿上 干什么呢 就是像你们种鞋 都是找了很久 服装部找很久才买到的 所以趙月每次很得意 他就说 好了呀我现在这个 三十九马的鞋 就我们队里 几乎只有他跟十七有嘛 然后像后背这种 如果想穿我们的衣服 就像新闻这种个子高的 插队个子还挺高的 就只能穿趙月 他说以后要收费 太大了 不是 趙月 趙月算跟我一样 脚是三十九马 但是他 就是还是跟我不同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很瘦的类型 就是 脚很瘦 就是比较窄 然后 然后趙月就是那种 就是像小猪蹄 小猪蹄 就是那种 就是种种搭 对 然后我有一次借他鞋 然后我回来 还回来之后 我穿就觉得 不上自己的鞋 有点松 就是给我撑大了 对 对 但是我不敢借他了 对 他说你们以后 后背要借他的鞋要收钱 对 你们这种大脚只能穿他的鞋 不然就没办法 光脚上 他是这样说的 那还好 哦 赵月 没有独的前辈 对 坏的不行 明明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录节目 不给后背穿鞋上场 对 吓人 你看后背都震惊了 天哪 我以后穿他的衣服 不会也要收费吧